一层又一层 满满馅料夹心饼干 当淋嘴下午茶都很适合 有民众很喜欢 就到美食卖场好事多 搬了一大盒回家 却发现有点空虚 数一下还真的少两包 就明显发现它是 第一排是书手 就是比较松散的 所以我也特别算了一下 才发现真的是少了两包 明明包装上就有写是两片 46包 不过算了就是只有44包 消费者赶紧跟客服反应 只是得到的回复 让他很诧异 有民众买到缺件的夹心饼干 好事多抽查之后 说其他商品都没有异常 我们实际买了一盒 看看是不是这样 拆开外包装上面看起来 确实没有排很密 还有一些缝隙 但这样还不准 把每一包一字排开最清楚 一个两个三个 红色总共23 黄色排排排算一下也是23 加起来46包 看来这盒抽查过关 只是确实有民众遭遇 少见的情形 难道是被人偷拿 退货后还摆回去继续卖 对此好事多强调 食品类商品经过退货 不会重新上架 后续将全力协助会员相关事宜 至于第一时间克服不能解答疑虑 也表示抱歉 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毕竟虽然不是自家品牌 但还是要把关 就怕产品出包连带影响商誉 东森新闻成语小妙梦杰在台北采访报道